哈喽大家好 欢迎走进王哥在越南的精彩世界 这里是越南 现在的时间已经快到十二点了 儿子还不睡觉看着我们俩 我们俩要去胡志明 一会儿就坐车 凌晨三点的车 去给我的老婆陶子 办一个去中国的签证 这一次办一个一年的 可以多次往返的 儿子一天我俩要去习供 觉都不睡了 张不价空着它 安本了我想吃蛋糕 那我们今天是我们家陶子的生日 二十四岁生日 二十三周岁 要吃生日蛋糕了 现在还在玩游戏 这个是鲁鲁 那个是晶晶 两个小椅子 一个干小椅子 那个是亲小椅子 老婆生日快乐 嗯 妈妈生日快乐啊 嗯 跟妈妈说生日快乐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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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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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蛋糕好不好看啊 没问出来多少钱 我问他多少钱 这蛋糕 多少钱 哪帮你订 2万23万 23万就是80块钱 我觉得这个价格跟中国差不多 一个肉松的蛋糕 肉松的蛋糕80块钱 一会好不好 一会要吃了才知道 不吃也不知道 他好不好吃 这个小露露跟我老婆同学 小露露身家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小姨子也是 小姨子还处于 儿童的状态 还没有交过男朋友 我小关 就是不睡觉 看着我们俩 一会我们走了 他又得哭 我们去福治民 把他亲战的感觉回来 刚才我老婆带我去农村 去拍视频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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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一样 我儿子的爸爸是中国人 妈妈是 我儿子的妈妈不完全是越南人 我老婆的爷爷是福建人 我老婆那么问题来了 兄弟们问题来了 就是我老婆有多少中国人的血统 就是她的爷爷是中国人 奶奶是越南人 姥姥也都是越南人 妈妈是越南人 那我老婆有多少中国人的血统 八分之一对吗 是八分之一吗 那我儿子有百分之五 遗传我百分之五十 又遗传他百分之八分之一 那我儿子有多少中国人的血统 传出来了吗 我儿子有多少中国人的血统 我儿子的爸爸是中国人 他的太老爷是中国人 其他的社会关系 全都是不是中国人 江湖 你很慶祝你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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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今天有一个粉丝小姐姐送你一个礼物 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在这呢 一个粉丝小姐姐送你生日礼物 这个我儿子玩不了 现在只有你能玩 今天一个粉丝小姐姐发了一箱子快递 里面有一箱子的玩具 还有衣服 还有我儿子穿的鞋 我看了这个车 我儿子玩不了 我们家桃子骑的一溜溜的 感谢啊 在这里对粉丝小姐姐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粉丝小姐姐前一段时间给我们发的快递 没有告诉我们就丢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一次告诉我们了 这一次收到了 很开心的 好吃吗 这个蛋糕怎么样 好吃 粉丝小姐姐发这个礼物真好 这个礼物是我们家大孩和小孩都能玩 这是我们家的大孩 这个是我们家的小孩 两个孩子 感谢天赐小姐姐给宝宝买的玩具 这个玩具 这个玩具买的是真好 我们家两个孩子都能玩 大孩和小孩都能玩 安安还得再长两天才能自己独立的玩 你拍视频别跟狗 谁能看着公平 你看 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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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委屈了 她妈妈说渴了 她就拿水 她就抱那个血桶 她妈妈以为她要做什么错事了 就骂她了 她觉得很委屈 这个小孩还不到两岁 就这么成为 拿给妈妈喝 每次给她妈妈拿水 拿完之后还要放回原味 很乖 老婆你问问她委不委屈 委屈 你问问她委不委屈 委屈 再给我拿水 我没有注意 我以为她走出来 你说你喝 她就去给你抱水桶去了 给你抱冰桶 去给你抱冰桶去了 你以为她要出门出去玩去是吧 你就给她骂了 你吃饮了 这孩子 太委屈了 真的太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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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就破了 我以为她出门了 我没看到 没看到她包一桶水 那个桶在那个地方放的 她就拿桶 她妈以为她要跑 也没去玩 妈妈 对不起啊 我是 我还是到董事了 对对对对 去给你抱桶了 那桶刚抱起来就妈她 妈妈 她妈就哭了 妈妈 你喝水吗 啊喝水哈 来喝水 喝吧 小宝贝喝吧 妈妈,很厉害的 妈妈,她闹起了 露露好吃吗? 丑 露露丑 妈妈没有骂你啊 静静,静静好看吗?静静 静静不好看呢 妈妈给你喝 中文挂不上党了 不然挂不上党了 静静瞅 好看毛线 好看毛线 好好看 对,好好看 老婆,今年过生日为什么过得这么简单 没钱 去年过生日做了一个礼服 花了多少钱? 去年过生日做了一个礼服 花了多少? 一千多 一千多 我做了,中国做了 所以回越南不要做,浪费钱 做一次就好了 买个蛋糕回家 去年过生日花了三千块钱 去年过生日花了一百多块 我拍视频呢,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说啥呢? 我说的,给他道给我 那我还没给你买礼物咋办? 给我转三千人民币 三千人民币 好吧 一二转给你,行吗? 算了,你不用转了 不用转了 这些小伙都怪 刚才把水桶包起来,给我喝水 这又包起来给他小医生 你干什么? 拿水桶包起来 你拿水桶包起来 那你给它带来 这就是这样 要把它放下来 要把水桶包起来 我会再加水桶包起来 我怕你当中好 我可以拿水桶包起来 我还没有装置 我的水桶包起来 我再把水桶包起来 那是什么了 好的,我去拿水桶包起来 好了,足够起来 放下来 你放下来 你把水桶包起来 好了放回去吧 放回去了 还喝呀 30g 小姨在货害她 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是吃鸭毛蛋 鸭毛蛋是越南美食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人都吃过 中国也吃是吧 好了不要坏我儿子 坐地下干啥 等我给你拉起来 哎呀 你坐地下干啥 就分享到这里 点一个长长的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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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